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林郑昨晚公布了她的保就业大计 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总值1300亿元 到底有没有效呢 还未知 但是这个计划就已经进衍到 林郑作为AO那种迂腐和官僚的思维 我翻查了资料 原来林郑月娥在1980年从香港大学毕业以后 马上就加入了当时的港英政府 完全没有在任何私人机构任职 难怪她制定的政策和措施 是可以这么离谱 兼且这么离地 一个连八达通都不识用的行政长官 刚才连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走出来说话 就说一旦推出了这个保就业计划以后 对这些雇主资助一半人工 那就可以使得雇主请更多人手 你说这些是什么逻辑来的 当时你不是帮那些雇主出八九成人工 而是出一半的 另一半都要在雇主的荷包那顺买出来的 作为一个老板他营运一盘生意 赚和产都是他自己的 就不跟林郑月娥你身为行政长官管理的政府部门 只不过 无论这个政府的财政预算 有盈遇也好有赤字也好 其实都与你无关的 你每个月头就斗硬了 那42万 根本上你就不理解那些老板在想什么 你作为政府 当然可以说开创就业职位 你刚才说到 未来的两年会创造三万个总值六十亿元的有限时职位 每个职位大约是十二个月 那你当然可以开创这些限职出来 因为就算政府部门出了那些钱 羊毛出自羊身上 政府公帕不就是人民的钱 不是你林郑在荷包那里掏出来 如果叫你掏出来你开创一条毛吧 你当时要保企业保就业 你出手又这么低 我翻查了资料 外国资助的企业 人工的补贴不会只有五成那么少 起码都七成八成 你看丹麦的可以去到九成 你林郑就补贴五成 然后还可以大言不蠢地跟罗志光局长出来说 我补贴这五成人工给你 你就会请多了人 这种说法完全是荒谬的 而且不单止不会请多了伙计 还会在你公布这些措施 长情之前会炒资人 我举一个例子出来解释给大家听 假设我是一个中小企的老板 我开店出来 本来就请了十个伙计 每人的月薪是一万元 在人工方面的开支 每个月就是十匹的 只不过现在市道不好 生意就一落千丈 少了很多人来买东西 每天都拍乌鹰 当然不需要请这么多伙计 可能本身已经盘算 要逼那些伙计放无薪假 甚至乎裁员 现在听到你林郑宣布这个保就业的计划 原来有人工补贴 只不过 那些受资助的雇主 就不能够在接受津贴期间裁员的 那些雇主会怎样做呢 那当然在接受津贴以前 趕快炒禁一些人 避免触犯你的规例 还不是会促进更多人的失业 这是什么措施 还有 本身我请开十个人 每人每月一批 我就炒禁一半人 我就已经每个月省了五批 剩下的五个伙计 特区政府就答应那些雇主 说代出一半薪 即是雇主就省一半了 他原本要出五批贴的 现在他就只出两批半 他又省了两批半 今年之前炒了五个人 就总共省七批半 是否这样算 就不是说 特区政府肯帮那些雇主出一半薪 那个雇主就会请更多工人 回来做事 不是这样算的 不要愚蠢 你也要看企业什么性质 如果他是劳工密集工业 比如说他开制衣厂 他是啤胶花的 他就请越多人越好 大部分香港的企业 都是服务性行业 本身的店铺拍污英 还说请更多人来帮忙拍 神经病啊 更何况就是 你就算肯帮那些雇主支一半薪 都不代表他不会裁员 当然那些企业在受资助的时候 就不能够裁员 否则你特区政府就会追讨那些钱 但是他在受你资助以前 就可以去裁员 就可以剁人走的 又说回刚才的例子 本来我就请开十个伙计 如果我维持十个伙计 然后等你那个津贴 我只不过是省了五皮东西 是不是呢 每个月人工支出十万 你帮我支一半就省五皮东西 但如果我正在炒一半人的话 我就省七皮半 反正我的企业都拍污英了 那我当然省得就省了 那你有什么可能 假设那些企业是不会炒人 你这些已经定了一个条件出来 就是叫那些企业承诺 当他接受工资补贴的时候 就不要裁员 那他当然不会裁员 那他就一早来剁定人 你特区政府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呢 离了大谱 不要经常想着那些东西是十全其美 出来说话也用在嘻皮笑念 这个林郑 刚才有记者问到他 若然有些雇主申请了工资补贴 又没有发放给员工 那怎么办呢 林郑就说了 相信 如果这些雇主没有提供补贴的话 雇员自然也会有所行动 工会也会帮他们出头 他就说不担心会有雇主在共度时间那时 南用这些补贴的 政府又会严格地审计和跟进 让员工得到这个及时雨 我真的发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监督这些雇主的责任 就不在于员工或者在工会身上 就是你特区政府来监管的 有没有可能说得这么轻挑的 又说叫那些工会会帮他出头 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呢 你特区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监管的责任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卸到员工或者工会身上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一方面你又说会严格审批和跟进 另一方面你又说 这个方法已经是最直接和最快的做法 是及时雨来的 那哪样才是真呢 就是你又能够 又快又准确地发放这些津贴 又可以做到这个严格审计和跟进 你特区政府 以今时今日的行政效率还不做得到啊 林郑 真是离了大谱 你说这些事之前 麻烦你心思熟虑才说 还有在你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不要是又笑 不知道你在笑什么 在笑市民 在笑伪民 命贱 不够你人工高 当你提及到你人工有42万的时候 你经常笑笑什么呢 你是加元思减 这是客观事实来的 另外不少的媒体马上就去访问了那些受到严重影响行业的老板 比如说美容院老板 酒吧老板 和食店老板 每个走出来怎样评价你这份保就业计划呢 就是说叫做有好过没有 你当时就对那些波楼啊 机袍啊 竹馆啊 一不过就发放十皮东西的津贴 当然有好过没有 但请问这十皮东西是够交租还是够顶良呢 当时你就封了人家的店铺 不准做生意的了 但是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解封 在你重新营业以前 所有的租金都是白交的 所有的人工都是白支的 你当时还好意思就说 我补贴了你这个一半人工你就会请多些人 你请这么多人回去做什么呢 都已经说要调命了 故此这些企业非但不会请更多的伙计 反而就会向他接受你特区政府的 人工补助以前 炒禁一些人 免得违反承诺 免得你特区政府又问他拿钱 各样各样 你特区政府的头脑可不可以清晰一点 林郑还说 这个这样的 补就业的计划就可以刺激这个就业 真是瘋了 好心理吧 这班人睡醒了吗 整天在行会那里谈起这些东西 原来煮了没米粥 浪费时间 真是 喂你只要去问一下任何一个老板 会不会因为为了拿你这架津贴 而请更多人 你就知道 九成九的人都不会 笨 真是离大谱 说起来 接着讲下另一件事 就是这个彭博社报导 说日本政府将会斥资 2200亿日元 帮助企业 从中国将生产线 搬回日本 这个已经是对于全球化的一个严重警示 日本就不再跟随这个全面的全球化部分了 本来全球化就是要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以及搞生产专门化 现在这个全球大流行的情况忽然间出现 就使得很多国家都警醒了 不能够把所有的生产线都放在某些国家身上 否则说 当这些产品 原来去到那时 变了关键产品的时候 比如说医疗物资就是这样 一旦变了这个关键产品的时候 他就掌握了你这个国家的命脈 豈不是很狠 所以那些生产线搬得就搬了 实际日本也不是第一个 特朗普在他上台的时候 已经要求那些美国的企业 尽快搬回美国 只不过就比较少那些企业响影解 现在就知道闯祸 是不是 比如说3M公司已经是 实际特朗普的意思 无非是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现在日本就开始跟从 另外将那些生产线搬回日本 虽然 那个成本是会上涨 但是也不是全部坏处 都有益处 就是通过这个振兴就业 就可以提振的经济发展 现在经济都下行了 日本有些企业都可能会裁员 如果这些生产线搬回来的时候 就刚刚提供那些就业空缺出来 实际就不是坏事 现在开始做定就对了 因为大家都看到那个疫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完 当然 日本这个举措 就会进一步打击中国的经济 他们这么急于搞这个复工复产 无非都是不想经济衰退 现在你又说将那些生产线搬走了 实际都不是只是你搬的 其实很多的珠三角的厂房 都借势搬回东南亚 因为在大陆的工资的成本 都已经是上涨了不少 不如索性搬去越南和柬埔寨 很多港商台商都在做这些东西 不差在日本的资金去做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